大家好 今天我的老師和大家去福江市動植物園 看到這個門口就知道沒有去錯地方了 這裡分為動物園區和植物園區兩部份 今天我們只想去動物園區 福江市動物園有110種不同的動物體 入場費倍成人600日圓 這個動物園除了有很多動物之外 比較好的是有非常多動物學科普的資訊 日本的動物園入場費一般收費都很便宜 即使是有什麼稀有的動物 甚至像上野動物園那邊有豪卯也好 入場費都不會很貴 因為動物園是兼負科學教育的責任 要提供很便宜的門票才容易吸引人進去學習 我們出來館的外面 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走就可以去看動物了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除了會分享日本的日常生活 還會分享有關移居日本的資訊 如果喜歡日本的觀眾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外國有生態學家研究過 原來顏色越鮮艷的紅河 越能夠吸引而成 但攻擊力同樣很高 原本這個龍是可以走進去看的 但因為擔心禽流感傳染人類的關係 所以就臨時閉館了 現在外面的天氣實在太熱了 逛逛逛逛逛已經出汗了 看到這個企鵝館 就真是又美麗又涼快了 還記得香港進海洋公園企鵝館的時候 我想帶一件羽翁進去 這裡的企鵝完全不怕熱 因為他們原本是生活在秘魯又或者智利的漢波德企鵝 本身當地的氣溫都有二十幾三十度 所以這些企鵝 夏天依舊可以在戶外活動 這種企鵝屬於異藝物種 全球已經不多過一萬隻 但這個福岡的動物園已經養了35隻 我也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有隻企鵝站在我面前 雖然看起來他們很有趣 但這帶的位置也有非常臭排泄物的味道 在企鵝館附近的位置 閃閃亮很漂亮 讓我先打一張卡 說起企鵝 2012年東京那邊的企鵝館 曾經有一隻漢波德企鵝 在水族館裡面成功走掉 跳入了一個河裡 還游到距離原本水族館八公里以外的地方 當時日本海岸防衛隊也束手無差 連日暴走 最終經歷了82天在東京灣 在哥斯拉出沒的東京灣 接著千葉縣恆德橋附近被人捉回來 這隻企鵝真是厲害 第一次看到你的企鵝嘴這麼大 大家跟我過來這邊 一起去看長頸鹿 長頸鹿是世界上最高的暴雨類動物 日本成年的長頸鹿高4至5米左右 跑起來的時候 時速可以高達60公里 有一件很有趣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經常看日本的地產雜誌 很多時候他們要表達一間一戶建的高度 都會有一隻長頸鹿在旁邊 看來日本人每個都很清楚長頸鹿的高度 難道賣屋要準備養一隻長頸鹿嗎 在全日本最大年紀由人工置養的馬來模 剛剛動物園還做了一個生日蛋糕 跟他慶祝36歲的生日 哇 你睡得很軟 還差點聽到鼻翔聲 這裡還有亞洲黑熊 很多人都說動物園的黑熊是公獨身扮 不過這隻鵝嘴應該不會了吧 我聽到它叫了一聲很威威 然後我們來到鵝鵝展示區 看到很多這裡的職員都很有心思 親手寫的鵝鵝之神 我總會特別留意這些全手繪的字畫 總會多望兩眼看看它寫什麼 其實想心一塵 這種動物園是把原本生存在大自然的動物 捉了回來 之後就圈養在一個所謂的人工模擬的自然環境裡 這樣就度過了一生 想起來也挺慘的 除了現在關注動物福祉的人越來越多 不知道未來這種動物園會不會慢慢被淘汰呢 即使像九州野生動物園那種大規模的圈養模式 其實只是一個較大型的人工模擬環境 和真正的野生動物 每天其實要回到七、八小時去捕獵覓食 比起上來 在動物園裡 只是幾分鐘就完成了損食的過程 每天只在同一個地方 就可以拿到職員提供的食物 真是連動物都躺平了 這輛長頸屋花紋的職員電單車 看起來也挺有趣 也挺有心思 動物園裡 飼養了兩隻南部白犀牛 白犀牛分南部和北部兩種品種 但北部的白犀牛已經接近絕種 全球只剩下兩隻癡性 現在圈養在狠硬的自然保護區裡 幾乎肯定在不久的將來 北部的白犀牛就會完全絕種 所以現存在地球上 一萬八千隻白犀牛 九成九都是南部的白犀牛 你們兩個人剛剛玩完摔過來 這麼髒的 快點過來 洗白白 其實西牛的確確很喜歡 在泥漿裡面滾來滾去 原來一來可以幫助他們降溫 第二就是泥漿黏在皮膚上 又可以防止曬傷 而乾了變硬的泥漿在皮膚上 又可以防止昆蟲去釘咬 所以說大自然的動物 其實都真的很聰明 這邊有隻白底黑鑑的斑馬 但蠔貓先生說它是黑底白鑑 各位觀眾 你覺得我們是哪個適合 不過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生物學教授 就這樣說 所有斑馬的皮膚顏色 一律是黑色的 不知道這樣是否即是黑底白鑑呢 看來它應該很悶 不斷在這裡 聊隔離隻雙雙雙一起跟它玩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 亞洲熱帶森林的園區 看來它應該很悶 根據我的推測 這個位置的格局 看來應該是自養大象的 沒理由這麼大隻 我都看不到它 難道我真的要去驗眼? 這張告示說 今天實在太熱了 大象也要休息一下 看不到真身 就看到這個假大象的屁股 為什麼要做一個屁股 原來是想解說一下 大象每次爬出來的糞便 每一塊大約大約七八克 每次會磨六至七塊 還做出糞便模型 這些科普知識 真的不是每個動物園都會說 這個室內的展館 有一個非常大型的水綠地形致養場 原來是致養了水賴 雖然水賴是定級的布術高手 但日本環境省已經宣佈了 水賴為滅絕物種 而日本也有非常多的民間傳說 跟水賴有關 例如滑桃霸鬼夜行說 水賴會幻化為人類走去報恩 也有民間傳說 水賴其實是河童演變出來的 只有它自己一個 沒有人跟它玩 好像很悶 這裡買一瓶的飲料 也可以做試試 售賣機售賣金額的5% 將會用在於 建立綠色回落野生動物救援中心這個計劃 逛逛逛又看到另一隻熊 看真點是否人扮 漸接動物園和植物園 可以走登山小徑過去 如果不想走 就可以搭這部登山升降機 這次我們只想去動物園 所以就搭這部升降機 下回去了 下回來就看到老虎和獅子的家 可能這個天氣真的太熱了 體感溫度有35度 獅子和老虎都熱得冷癢癢 還是其實早已躺平了呢 這個動物園都養了17隻鹿 在每年的冬天 公鹿都會脫割 春天的時候 就會再長過新的出來 但這個動物園為了安全 就會在每年9月最後的休緣日 由職員幫這4隻公鹿切割 之後鹿角就會放在這裡展覽 就對了 可能真的天氣太熱了 很多動物都躲起來了 不過幸好牠們都會避暑 這裡說原來一隻安地斯托鷹 伸展開來對翼闊3.2米 真的沒想過原來世界上 有這麼大的鳥女 應該也是太熱了 現在這隻河馬走了到室內浸水 這隻河馬原來有1.5噸那麼重 這個動物園除了動物之外 還有一個很懷舊的兒童遊樂場 但是刺絲看起來也挺殘舊 這個小火車已經壞了 索性不整 放在這裡被人拍照就算了 然後我們就離開了動物園 走上位於同一個山頭的秘點 大家跟我來吧 一路上走上去覺得這個南公園 感覺有點荒廢 我們走上來做甚麼 其實就想找這個孫中山的紀念碑 為何在日本福江都有孫中山的紀念碑 因為孫中山在流亡海外20年期間 都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時間 是住在日本的 孫中山曾經兩次到訪九州 並且累居過一個短的時間在福江縣 當時對孫中山政治理念 產生深遠影響和經濟支持的 多數都是九州人 當時九州的礦產和製鐵業 高速發展 又原材料又有錢 可以向搞革命的孫中山 提供資金和武器 所以直至今天 九州有很多地方都遺漏了 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有關的位置 或者是遺物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集的內容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未訂閱的朋友 快點訂閱 還有分享和留言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